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白块这根开杆非常好 因为梁博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挽回了一个塞点 应该说梁博现在是不拥有任何一杆的闪失 对于马奎尔来说现在状态已经有所回升了 应该说现在双方已经从下午四点一直熬战到现在 对双方的体力精力和毅力都是一个考验 他要退下 做下交底带 看看母球和红球 没有成功 我对对手也没有留下太好的机会 防守我打得很薄 看看母球的位置 还好最右边的这颗红球还是可以看到的 我的面目表情也很有意思 看了一下马奎尔 因为之一我还得跟你拼 一酷勾红球队 反的 哦 把了六分 事物实在是不干 没关系 这个六分 无碍大局 有中带 那就不一样了 看看啊 马奎尔再看 如果有中带的话 顺势能叫到黑球 包括粉球的左侧中带是不是也有机会了 看看这颗 先看这颗球的准度 非常谨慎啊 有了 有了 顺势 看看黑球啊 他再看 这就马奎尔经验啊 通过一杆防守 黑球 出击杆弹一裤 这次一次勾球的失误 嗯 看看 可是机会了 你退下红头 顺手带一下黑的 哦 失误了 出现机会了 这个时候 今天像这种半台球 马奎尔的失误还真不多 非常少 非常少 这杆球 他还是想打的厚一点 这样的母球去K这个黑球 能K的尽量整一点 基本上呢 我印象当中还是远线失误多一些 看看梁文波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关键是叫黑球这杆 看看啊 不错 机会啊 重新回到了梁文波这边 看看能否把握住 高干轻轻弹一裤就可以 交到红球队最下方的这颗红球 好球 很强劲的丝灯 中立干的丝灯啊 继续交黑球 把握住非常弹 黑球 轻轻推下 最底下 这颗红球一定要留下合适的反角 角度留得非常合适 我去擦拭自己的球杆 今天在现场温度比较低 观众人数也比较多 所以这个球杆上啊 经常会出现一些水汽 经常擦拭一下 以免对自己的机球产生影响 看转度 哎呀 薄了 打薄了 打薄了 嗯 心里有变化了 离这个冠军的王座越来越近的时候 双方都在心态上有一个细微的变化 这个食物是致命的啊 看看马奎尔 看看母球的位置 哇 不是很好 梁安波又有机会啊 老贺儿需要 打一根非常准的 绿球 需要打得很准 好球 好球 确实是下半场的马奎尔已经跟上半场还是盘若两人了 虽然上应该有一个很低级的15 但是上半场这种球的要想进的话 根本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我们还是状态有所回生 对对对 哦 双方啊 双方都开始紧张了 看看谁 看看谁能先把自己的情绪调整好 打薄了 像刚才梁文博一样 对 一看 打薄了 本节都是很好的机会 对 本节BTV 过去斯诺哥北京邀请赛这个王座啊 越来越近的时候 双方都受到了他的感染 调整 嗯 再去擦拦一下自己的球杆 现在很关键啊 因为开眼区域有一颗红球 其实也是让自己的这个心绪再缓解一下 再考虑一下 这杆球太关键了 粉球上方的第二颗啊 右下角底带 低杆横过来可以叫到黑球的右下角底带 需要打得很准 看这杆远线 嗯 刚刚又打后了 看看啊 右侧底带这带口这颗红球给没给马奎尔留下来 啊 给马奎尔留了下来 这样打的话等于是在送马奎尔上王座啊 前进的还不够快 嗯 再送你一场 嗯 这两次失误 对对 马奎尔给了他两次很好的机会 梁文博拿了16分 这个确实是 容易给对手 直接 一键批命的机会 你看远处的梁文博也是低下了头 嗯 你不再看球台上马奎尔的表现了 嗯 显然对自己这两杆也不是很满意